我今天偷溜出来的 又没请假 让谢总裁又说我 你怕阿姨说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你就起早点 你看看 喂 怎么了 谢老板 你在哪儿呢 我 我 我在家呢 怎么了 你怎么没去公司啊 我今天不舒服 我闹肚子 我就想今天在家里办公 我问你 那个方案什么时候改 这改成快了吧 什么叫改成的快了 我问你什么时候 这是设计 不是搬砖 不是说你说 几天能搬完就能搬完的 你别走我来这趟 你必须给我一个时间 金总催我了 没有时间 你就是催死我 他也没有时间 我尽量抓紧吧 你别跟我说抓紧抓紧抓紧 什么抓紧啊 我要方案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行了 挂了 你那么捡我的行李 你找我 嗯 弄我的老婆 有啊 我行李 你不想我 你去吧 我行李 人家 你去用招式 一门 你去招式 爸 我上个厕所啊 真巧 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你不是不舒服吗 你不是在家工作的吗 是啊 在家拉肚 不知道吃什么呢 突然就 连拉了三泡 好汉家务三泡戏 你这速度够快的呀 挂了电话就到医院了 你超人 你会飞呀你 你说你这么大人了 谎话张嘴就来 你要不要脸呢 这干吗呀 谢小诺 至于吗 这见着我就大呼小叫的 干吗这么骂我呀 我真的生病了怎么了 你什么病 肠炎拉肚子 肠炎拉肚子吃妇科药啊 这偏方 偏你个屁方 你小青人呢 谁呀 你说谁呀 亚亚亚 你说亚亚亚 你这人真是不要脸的 人家还小姑娘呢 你都大叔了还有女儿 你饿不饿心 我怎么不原谅 我怎么饿心呢 你凭什么这么骂我呀 你凭什么不骂你 什么情况你了解我 我呀 呀 就她就是我的小青人 跟你有关系吗 跟你有关系吗 你别自己丢着东西 看谁都像贼似的 我懒得管你 我管你我都嫌恶心 行了 你小小声 这是医院安静 我问你 你那方案明天能不能交 什么方案 你说什么方案 尽量吧 什么叫尽量呢 我问你能还是不能 能 行吧 你自己说的啊 你可自己说的怎么了 那你明天给我交 交不了 别让我给你背黑锅了 谁用你给我背黑锅了 这是莫名情况 你怎么在哪儿能碰见你呢 我怎么以为 你这么个烂人呢我 安静 这是医院 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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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现在才了 你看他男主说什么样子了 看下一个戴亚呀 哎 哎 来了来了 你好 干爹 你帮我拿下包啊 乖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嗯 嗯 你看这又一对是 什么人啊 你找着你看干爹呢 这么小的孩子 还有干爹呢 你看那男女长得不小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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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爹 亲爹 爸 爸 没事吧 没什么事 医生就是说啊 我不太规律 然后开点药就行了 让我少熬夜 那行 赶紧拿药去吧 嗯 哎呦 老爸 老爸 医生 我没什么事 嗯 没事 就是内分泌有些失调 不过 我还是要提醒你 女人一过三十啊 就一定要多注意了 现在不好好调养 以后到了更年期 会很麻烦的 更年期 这 这我还早着呢吧 早 可不早了 说话就到 现在不开始做准备了 到时候可就完了 我先给你开点挑里的药 你一定要二十吃啊 谢谢啊 哎 你还没结婚呢 没有啊 怎么了 那 那你还打算要孩子吗 我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你年龄可不小了 我得给你打打预方针了 要想要孩子 最好趁早 完了可算高龄产妇了 都会很危险的 你可别不当回事啊 像你这么大 一定要做心理准备了 医生 这生不生 什么时候生 是我自己的事 就不劳您操心了 哎 你今天怎么这样 好心好意提醒你 哎呀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个设计师 总是坚持自己的风格 总是不配合 我也怎么办吧 好 好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去催行了吗 我去催我去 今天什么事 我怕了 我去催我去 我去催我 为什么 做了吗 我去催你了